大家好,我是小帆 今天我就要去下一站了 昨天我在做行程的时候 看了一下我之前的火车票订单 我是6月16号开始新疆执行的 也就是说到现在 我在新疆已经呆了79天了 我真的是不到新疆 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呀 现在终于是感受到了 我呆了79天还没有逛完北疆 今天我就要去昭书了 昭书是天马的故乡 我印象中的天马应该是这种汗血马 但昭书的天马并不是汗血马 而是乌孙马 乌孙马之所以也被称为天马 是因为汉武帝给他赐名天马的 不过我今天去昭书并不是为了看天马 而是想要去看一下昭书的向日葵 这是我以前在朋友圈里看到的 所以特别想去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买一朵完整的向日葵 还想去扛拍一下向日葵体验 不知道这个时间能不能拍上 现在我就在特克斯的克林站了 现在准备坐车了 这就是从特克斯到昭书去的班车 感觉车上都是老大爷呢 由于最近昭书正在修路 这一路真的太难走了 你们看这车里面得有多颠 所以打算近期自驾去昭书的朋友 要有心理准备啊 真的会颠倒你怀疑人生的 不过一路上的风景都还不错 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庄稼地 有些地已经收割了 就在地里还看到了一大群的乌鸦 你们看那些黑点全都是乌鸦 电线杆上也都停满了乌鸦 另外这里还能看到大面积的高山草原 等这里的路修好了 明年盛夏时节再来肯定会更漂亮 我到昭书了 这一路上的风景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这客云站周边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你们看这旁边就是一大片草原 那对面也是 草原的后面就是雪山 看到了吗 染出那些白色的山头 连缘一大片特别壮观 我刚到这里我去看到那边有两匹马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天马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有两匹马 这里有一匹 那边还有一匹 那边就是客云站 这两匹马就在客云站的对面 刚下车就看到了 你们看这里的环境有多好啊 蓝天 白云 草原 还有骏马 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天马 不过我后来问了一下酒店的老板 他告诉我啊 我看到的很有可能是牧民家自己养的伊犁草原马 价格不贵一万块钱左右 如果是真正的乌孙天马 那成年马最少得八万块钱起 哇塞我也想养一匹了 往草原上一放 等长大了就赚八万 感觉像是一本万利啊 你们要不要来招数养马呢 我们可以约个半约个马 只是不知道眼前这两匹是不是天马 不管了 反正我就把它们当成天马了 刚到这就看到两匹天马真的好幸运啊 希望明天去看像是奎也能一样幸运 行这些视频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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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